三人蓝蓝的最终名单引起球迷广泛讨论 在CBA发挥出色的高诗炎成了背锅侠 在两场三对三集训比赛中 高诗炎合计八中零 只有三个篮板入仗 从五人制篮球到三人制赛场 高诗炎还需要尽快适应 毕竟两者在体能的分配 攻防轮转的速度 传切球的时机方面有太多的不同 但我们更倾向于高诗炎能在很短的时间里 掌握三人篮球的要领 能很好的适应比赛 毕竟在上赛季的CBA中 高诗炎的表现太过于惊艳 上赛季代表山东南篮出场50次 场均32.4分钟的时间里 贡献12.9分 5.4个篮板 7.1个助攻 2.8个抢段 既有单赛季两次三双的疯狂 也有绝杀老东家的大心脏 正如三人男篮主教练刘震说的 高诗炎的持球能力和对进攻的疏离能力 是团队最为看重的 进攻沉醉如湿 防守坚如磐石 期待高诗炎在东京赛场上 用实力将质疑驱散 用实力将质疑驱散